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马保安协会今天针对政府即将在年末调整最低薪金幅度的消息召开记者会 主席纳杜斯利·拉姆利·尤索夫代表900家向内政部注册的合格保安公司强烈表达反对立场 拉姆利指出疫情之后全球经济严重受创 政府在这个时候调整最低薪金表面上看起来确实能够保障蓝领阶层的薪资福利 但实际上可能导致资方无力在经营业务 到时候可能有超过14万名保安人员失去饭碗 因此他认为目前并不是推行这项政策的好时机 尤其现阶段支付给保安人员的薪金就已经远超最低薪金的要求 拉姆利补充 一旦政府将最低薪金调整到1500令吉 保安业协会的会员就必须将每一名保安的月薪调高到3330令吉的水平 这将会明显加重营运负担 他表示眼下许多保安公司都只是赚取基本利润来维持公司的营运 政府不应该落井下石 此外协会也提出 一旦最低薪金调涨 顾客也会面对无法支付保安费用的境况 影响层面盛广 目前公司的安全成本大约为每小时11令吉 大马保安业协会希望 政府能够与全国薪酬咨询委员会对话 聆听各方建议 深思熟虑后再做决定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